试试 尝尝 我亲手做的 特意给我做的 对啊 希望你能喜欢 喜欢喜欢 当然喜欢 我撤回刚才说的话 原来学霸也不是万能的 说我直言 你这蛋糕有一股 墙皮的味道 动手能力 还需加强 原来 墙皮是这个味道 以后蛋糕 都有我来做 你负责吃就好了 我跟你说一件事情 你不准生气 什么事啊 实验室 组织区外小交流 要一个月才能回来 那我去找你 在外地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又不是你的错 难怪你给我做蛋糕 我还给你准备了 别的东西 这是什么 异地恋保证书 异地恋期间 你有任何要求 都提出来 我保证遵守 那我可提了 你又记好了 第一 微信 我必须是标信置顶 我的微信 要尽快回复 但如果再忙 没空看微信的话 结束之后 你要跟我说 你刚才在干嘛 男朋友守则第三条 一切都挺麻烦的 我还要尽快接听 你要先叫我的名字 要等我挂端之后 你才能挂 对了 要给我起个 超可爱的备注 叫缺氧少女怎么样 什么意思啊 自己想 还有什么 我每天都要打食品 好 你不许随便加 其他女生的威胁 好 那 如果有其他漂亮女生 要加你危险 我没有手机啊 还有吗 算是就这些吧 不许随便加 你不签字啊 我画呀 明明是讨厌你 怎么会动了心 我顺过邀请 慢慢向你靠近 这莫名奇妙的空气 就这样吗